這邊人比較少 看一下這個view 我要上船吃腸熱蛋 歡迎來到小夥伴日常 今天是228連假的最後一天 現在是下午4點多 我們想要去體驗最熱門的車伯點 日月潭 現在一路下去應該是晚上的 可能喔 反正我們現在先到了關西服務區 買了一個麥當勞 今天人超級多的 有興趣就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囉 到了第一站想說來吃個阿婆肉圓 以前有吃過 記得它很好吃 結果它已經關了 那就想說那不然先來洗澡好了 找了埔里游泳池 第一家 欸 看起來好像是濕冷的 它到7點 因為我們到的時候也7點了 它剛好要關 想說那算了 網路上在搜尋了一下 有一間埔里正立游泳池 它星光票是到8點半 開過來一看 欸 結果它冬天只有到6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洗澡了 下一個地方 LATER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這個有名的酥媽媽湯油 網路上找的 看起來它評價還蠻高 想說吃吃看 人氣非常高 後來不知道一來才發現 它在通話街有分店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到本店 先吃吃看 這個鹹湯圓一碗70 它湯圓一碗有5顆 就清湯 肉燥 蔬菜 湯圓 它裡面的內餡是那種 有稍微抓捏過的肉球 湯圓比之前還蠻Q的 口感是蠻不錯的 喝喝看它的湯 香 以內餡的鹹香 湯就比較清爽一點 算是蠻清爽的湯圓 接下來我點的這個是湯米粉 這一碗是55塊 可以看得到它的米粉是這樣子短短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肉燥 而且它肉燥還蠻明顯的 聽說葡里產米粉 我覺得它還蠻好吃的 米粉吃起來就是有點QQ的 就是跟一般吃到的米粉 口感有點不太一樣 還不錯 在葡里的晚上選擇其實真的不多 然後查了一下 離天鹹酥雞 評論還蠻高的 就買了一點鹹酥雞 旁邊呢 再買了一個飲料這樣搭配20塊 還蠻划算的 我們現在往日月潭前進 現在才9點而已 沒有什麼選擇 找適合的博點中 到傳說中的早午碼頭 這邊是封起來 車子不能進去 再往前找其他的博點 來一大達目的地 今天的車博地點 好歐多喔 要重點要亂丟垃圾 欸欸欸欸欸 大家早安 先打個叉 我們車是停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洗手間 轉過來 可以看得到嗎 這邊超級漂亮 不要擋住不要看你 看一下是不是 你看這裡很漂亮耶 現在是大概早上6點多左右 日出的話是在我們後面 這邊應該是看日落吧 這邊日落應該是超級美吧 剛好前幾個禮拜一直下大雨吧 覺得現在的湖水的高度應該是很高的 真的很漂亮耶 難怪大家都喜歡來這裡 好 我們先往下 早上我看其他的車博朋友 已經在那邊拍個照了 走走走 這邊有個樓梯 我們先下去看一下碼頭的感覺 這邊走下來也是很漂亮耶 欸 這邊的感覺又不一樣 碼頭 真的 這邊的話是什麼碼頭 就玄冠寺碼頭 這邊的話就是玄冠寺碼頭 好幾個字念不清楚 玄冠寺碼頭 看一下 這邊還沒有開門喔 這邊很厲害的香菇茶葉蛋 晚一點再來吃 它好像9點半吧 這邊 哇嗚 真的很漂亮耶 怎麼會這樣子啦 天啊 Oh My God 超級漂亮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玄冠碼頭的字 這看起來也是超可愛的感覺 重點是這個時間完全沒有人喔 好 看一下這邊 這邊走下去 等一下我們可以走去那邊拍照 走下來之後看一下這邊的感覺又不一樣了 你看 很近 而且可以看得到這個水在波動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點鳥叫聲 再看一下 超美的 這一個就是韓碧柔 我們正在它的對面 趁著一找 沒船沒人 走到碼頭前面 看一下周圍 現在有點陽光了 對啊 可是這樣看起來的感覺好奇怪 而且這樣感覺有180度 沒有 這個是360度耶 走過來碼頭最前面了 看一下這一片 好漂亮喔 這樣轉一圈 360度耶 超漂亮 重點是現在沒有拍到其他人 也不會被打擾 再次早安 講一下這邊呢就是停車場 這邊可以停車 然後這邊有一個路口 所以路口晚上這邊騎車的人經過 其實會有一點吵 補充一下早上大概7點半的時候 會有人吹吵 所以聲音會有一點吵 轉過來 這邊就是我們早上去看view的地方 再過來廁所呢 它一樣有多功能廁所 男廁所跟女廁所 晚上是沒有燈的 可能要自備熟天筒 就比較暗 這邊是有三個洗手台 這色銅在裡面 其實呢我覺得它的廁所狀況沒有到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遊客比較多關係 現在大家買這個茶葉蛋 我要四顆 我要四顆 往四號碼頭的方向走到底 我們就來到這個小涼亭吃茶葉蛋 我們現在找一個悠閒的位置 這邊人比較少 看一下這個view 我要上船吃茶葉蛋 那可以上船嗎 這個湖的顏色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看起來好悠閒喔 這樣看起來很像國外的感覺 你看這個畫面 這邊有個小位置 買到這個金盆阿嬤香菇茶葉蛋 為什麼叫香菇茶葉蛋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跟香菇一起滷吧 沒有看到香菇吧 我們仔細看 它一顆十三 兩顆四顆都有去尾素 所以四顆是五十 蛤 有香菇味 聞一下 它早上有九點半開始賣 好像賣到五點 現在才十點 所以算是剛滷出來沒多久 但是看起來很入味 所以他們有提早準備 喔 可以耶 很黑 很燙 齒蛋滷的Q彈鹹嫩 茶香四溢 回味無窮 極為鮮美 白吃 就是它吃起來有鹹香 然後蛋白吃起來是QQ的 就稍微有滷到它有一點Q的感覺 就是好吃就對了 原本想要一路開往伊達嫂 路途中有經過晚上路過的玄壯寺 這邊觀景台好像風景不錯 可以圓跳整個樂壇 我們就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觀景台往前 從這個觀景台再往上看 這個虎顏色從上面看更淡耶 怎麼會這樣 往前 我覺得這角度就不錯耶 還有一片果園 太誇張 可是這顏色真的看起來好淺喔 南投人愛吃水果 就聽得到這旁邊有人在送金 這邊一個小小的觀景台 這觀景台還蠻別緻的 而且它衣服在這個漂亮的樹上 看那個樹開得很可愛 真的 這樣看起來很不錯耶 好舒服喔 果樹環繞啊 結果剛剛的縫還比較清楚 這邊都要果樹擋樹 我覺得剛剛下面的view還是比較漂亮 LATEM 伊達少遊客中心 傳說中另外一個熱門的博點 它這邊有停車每小時40 加日5上限喔 但是平日最高上限是100 這邊就是停車場 車是停在這邊 然後轉過來 馬頭是在這裡 如果你要看view啊 看景色 其實還是要走出來 不是那種打開就可以看到的 我們先往前看一下囉 走過來之後 看一下這邊湖面的景色 這邊不一樣就是有比較多船 然後相對的 因為是平日嘛 但是假日應該遊客也會比較多 然後看一下周圍 就是這樣囉 這邊還有一個涼亭 其實看起來是蠻漂亮 但是就是要花錢跟不花錢 廁所也稍微帶一下好了 讓有需要的人參考 有無障礙的廁所 554的使用空間 廁所在前面 看起來比昨天高檔很多 看一下 這是男廁喔 不方便進去 但是看起來就是乾乾淨淨 這個是女廁 Hi 看起來也是蠻舒服的 而且地板乾淨很多喔 然後廁所是這樣 這邊廁所比較乾淨 但要上下 還有提供衛生紙 隨便選一個 大概就是這樣囉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博點都不錯 就是看大家是怎麼選擇 但我們如果要再選的話 我其實還蠻喜歡那邊 可是你可以來這邊先上洗手間 因為前30分鐘停車免費唷 那樂壇實在是太吸引人了 決定之後找個時間 我要再探索其他的厲害博點 嗯? 剛剛什麼東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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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